这个越来越吵杂 人们已经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代 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可以专心倾听这块土地 可以安静聆听自己真正声音的地方 1997年公共电视法三读通过 1998年公共电视在7月1日正式开播 从那天起 不同团体都有了可以发声的频道 各个族群也有了可以放心交流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捐款与赞助 支持自己喜爱的节目 让公共电视台持续守护台湾 美不是目的地 而是一种能量通道 一旦你的感官染上了艺术的热血创意 世界就此不同 歌曲是时代的共同记忆 美好的音乐更能抚慰人心 公司的音乐节目是音乐人最自由的舞台 公共电视用不一样的角度 带您体验生活的真 领略文化的善 现在97年 现在快100年 我就觉得在这里面 那个氛围是很动人的 一步一脚印这样子慢慢地走 音乐没有什么捷径 欣赏艺术的美 欣赏艺术的美 戏剧之所以感动人心 是因为故事总能刻画人生 创作者锐利又失忆的双眼 总能发现 隐身在平凡生活背后 那个璀璨又独特的光芒 公司关注所有不该被忽略的议题 你到底是关心那网络上比较多 还是关心这个环境养大的爸爸 透过戏剧细致的诠释 娓娓道来 各个阶层在这块土地上的动人故事 最真实的土地 最勇敢的脚印 最不可思议的光彩 所有感动开始发生或是结束的现场 就在公共电视 没有会跟我阿兰得住 因为这张唱片就会有点麻烦 同时创作也同步记录 我们的社会贡献很大 同时批判也同步期盟 公司是全国唯一长期经营 纪录片直播的频道 全年播出长达900小时以上的 各类影像计时 这一幕是宋美龄一生的巅峰之作 除了提供纪录片工作者一个自由发表的创作平台 也为喜爱纪录片的朋友 保留了一个理想的收视场域 公司鼓励台湾纪录片 拥有独特的在地观点与多元饰演 反思事件的意义 还原历史的真貌 让观众在每一次的观影中 对各类的社会议题 都能获得更多的思考角度 在各类型的节目上 公司不断寻求创新与突破 让观众在愉快的氛围里 获得心灵的养分 请作答 血流如柱为什么不会留成一根柱子呢 它为什么会留成一根柱子呢 你看到的世界有多深 有多广有多快 就决定了你与世界的关系 9、9、8、7、6、5、4、3、2、1 公司的新闻时事节目 广泛关注社会多元议题 同时兼顾国际事业与在地观点 没有华众取宠的魅俗八卦 只有对议题广度与深度的专业追求 宋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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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了 两分炮 想象力无远佛见 你只需要给孩子们自由挥洒的空间 小声一点 也吓着他们 作为一个肩负教育使命的公共媒体 我们用心陪伴孩童的成长 引领孩子进入知识的殿堂 面粉怎么样变成好吃的面包 逃三而出 让梅珠希望发芽茁壮 踏出去才知道世界有多大 他们将带着青春的拱荡走访世界 这是在家的课后讲堂 电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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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游乐园永不打烊 透过轻松有趣的引导 小朋友会了解到智慧与幽默 如何在生活中解决各种问题与烦恼 比如说帮大家解决问题呀 五 四 三 二 三 公式不只是电视 我们为儿童办影展 与国际接轨 让他们用想象力探索全世界 电视频道多 不代表选择就多 但是还好我们有公式 公式的三个高画质频道 他们在时事资讯 儿少族群服务 和文化艺术体育上各有特色 让观众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因应越来越多人选择使用手机 平板等装置来收看电视节目 公式提供了网络直播服务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下午两点的公式整点新闻 我是蔡桂林 超过800小时的线上影音 让你看得更多 让你看得更久 公式加网络影音随选服务 还设计了公式手机APP 配合你繁忙的生活节奏 让你在数位的时代 用任何一种方式与公式相遇 为了让直播技术 与国际趋势齐头并进 公式着手建置超高画质影体设备 制作4K影音内容 未来你最喜欢的戏剧 记录片一文活动转播 都将呈现4K超高画质所带来的完美影音感受 每一位公民不仅是我们的观众 也是我们的策划 监制 导演 公民记者 更是我们的顾问 公共电视总是敞开大媒 让社会大众贴近公式 并且提供各类教育服务资源 让老师和同学们共享 各年龄层的影像创作云更是广受欢迎 透过每年举办的许多国际活动 除了让世界了解公式 认识台湾 也让台湾胡时差地接收 世界最新讯息 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让公共电视 成为全民共享的电视台 公共电视它提供了 也给我们一个很真实的 很真实反映社会的一个节目 这个频道会给你很多其他的选择 公共电视会在有限预算内做到最好 在新闻上 一个一个心之带领的角色 这样子的信念跟坚持 其实可以一直在走下去 公式也能够让我们可以看到 做梦的可能性 支持公式 做好更多事